最后你会领到人生中的最后一笔钱 多快 那通什么钱 我通常说明币 上面画着玉皇大帝的 那你领不到 顶多我给你烧一烧 真正叫做退休金 怎么说 这个字写在这儿 一定得知道啊 TN S I O N 这个字叫退休金 当你退休 从账务上固定拿的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Pension 爷爷奶奶都拿退休金了 知道这个字怎么说 一起来Pension 再来一遍Pension 所以这就是你所有的Pension收入 那有人说老师 收入跟工资有什么区别啊 咱们中文不分工资收入 工资收入 他收入高就是工资高 英文不一样啊 收入是你所有的总和 工资 你举个例子 这包含一倍 包含的关系啊 比如同学 工资只有三千块钱一个月 为什么收入一个月达到十万呢 比如举个例子 还兼职嘛 举个例子 兼职还当个蓝脸 平时周六周 去买到了打工啊 然后下个月又杀了一个人 当了个杀手 领了五万块钱 举个例子啊 又同时骗了养老金和低保 当然还有同学 当然不说了 还在一个大学读书 兼职买个奖学金 当然最后呢 妈妈还坑个老 养老金 当然同学们 所以不说他了 开个玩笑 这就是income了 还有人同学有灰色收入 这两个不一样 那你知道收入的反应词叫什么吗 你老金 你不能纸巾不出 你又不是皮修 同学们 支出英文怎么说 如果你不知道贵的那词怎么说 expensive 而支出出现了 一起拉 expense 多兴趣啊 一起跟我读一下 expense 这词就叫支出 老师 为什么这词叫支出呢 因为熊丝贵的 不就是因为你支出多了吗 那看看有什么经常我们花到的钱 你又会哪些呢 首先有的时候你要去外头吃饭 吃完到最后的话 不要忙了去留一个什么呢 don't forget to leave 小费怎么说 很好 teep leave a tip 我们叫留小费 小费得留多少呢 基本是餐费的15%到20% 不要再留10%了 那样的话估计人家会造给你白眼的 那同学们还有什么费呢 比如我要回家了 买张火车票 车费怎么说 注意这个词 咱们中文都叫费 英文不能这样 换一个词一起来 fair 再来一遍 fair 它的意思叫车费 火车票 火车的费用 the train fare 飞机的票价 现在挺低的 the ticket fare the fare 这一次要知道的 the plane fare 那同学们的taxi fare 出租车的费用又涨了 公交车的费用 the bus fare 这一点一定要了解 那第三个 你不管上学校 还来学人私往校 你不得交学费吗 那学费英文怎么说呀 注意这个词 谣记 tui tln 一起来 tuition 再来一遍 tuition 一起来 tuition 学费 还有什么费用呢 那这个费用 单人不让 你接受一般性的服务 如果高级的服务 什么杀手 律师 这几牛 一般做不了 fee 但一般性的服务性的收费 注意这个词 先这儿吧 c h a r g e 跟我读一下 起来 charge 再来一遍 charge 这个词就叫费用 往往指一般性的服务费用 见得多了就知道了 你知道话费 英文怎么说吗 phone charge 你知道水费 怎么说吗 water charge 就是一般的服务性费用 电费呢 electricity charge 那这是什么呢 你剃个头 也精光说 and how much is the charge how much do you charge me 人家给你剃个头 或者你以后大了以后 去银行把个信用卡 然后人家跟你说 你啊刷卡三次 there is no extra charge 就不会有额外的服务费了 所以同学们注意啊 这是指一般的服务性费用 能明白吗 明白的话 那同学们 接下来以后大了以后 还得去外头 租个房子 也得有费用 也得有支出啊 那房租怎么说呢 哎 租叫做 rent rent 同学们注意 名词也是房租的意思 the rent of my house 一个月一千 这叫rent 但是我记得 我小时候不光租房子 我们小孩租什么呢 哎当时小时候 没有那么电影 网和宽淡 都是租漫画书呢 当你们一买买一套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有意思 龙珠刚上市 一个月一期 一个月一本 或者有的时候时间一本 那时候一块六也一本啊 一块六毛钱 当时都买不起 所以几个同学就是咱 比如一天一毛钱 两毛钱可以租 租完了当天早 租完了赶快去上学 传着看 完了以后再还给他 这样就两毛钱 所以我们租一本书 而租书的费用租金 对吧 租金怎么说呢 租以ren 写着 R E N T A L 一起来 Rental 在那边 Rental 老师刚才Rent 不是租金吗 注意老外 居然分这个 房租叫Rent 其他的租金叫Rental 比如你租了一辆汽车 一天一千块钱 This is the rental 你租了个房子 This is the rent How much is the rent per month 每个月房租多少 那绝对指的是房租 而你租个大一 This is the rental 如果明白的话 我们来看两个简单形容词 点击好就行了 都来自于sense 请问各位 什么叫sense啊 同学们 港官 这个词啊 港官 人有几感啊 How many senses do we have Five senses 人的五感 视觉听觉 味觉 嗅觉和触觉 那当然有的同学 有第六感 英文就叫 The sixth sense 第六感吧 哎呀我感觉 明天地球就要撞火星了 用超人类的感觉 但是当你某一感官 比别人丰富的时候 第一个形容词就出现了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sensitive 再来一遍 sensitive 它的意思叫敏感的 多愁善感的 别把花放在这儿 我对花敏感 I am sensitive 你知道加哪个介词吗 一定注意介词 我们叫做two flowers be sensitive 加的是two 这是第一个词组 我对他的话很敏感 我对别人的评论很敏感 评论怎么说呀 comment 那这个曲能不能造出来 I am sensitive to other people's comments 哎呀我对猫过敏 认识猫毛 I am sensitive to cats 没问题吧 这叫sensitive 敏感 一个敏感的女孩 怎么说呀 sensitive girl 一个多愁善感 敏感的女孩 什么叫敏感的女孩啊 比如一个班 这么多同学 有男友女坐着 突然有个男同学 跟这个女同学说 哎呀能不能 借我一个橡皮呢 女同学非常sensitive 很敏感 心里说了 为什么全班这么多同学 他偏偏要管我借呢 哎呀讨厌死了 他已经喜欢上我了 哎呀太讨厌了 然后开始哭 当然举个例子 太敏感了 而男同学一般都是 insensitiv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迟钝的 这么去翻译吧 迟钝的 比如举个例子 一个女同学 给她送花 她拿着 给她钱 她花 给她买房子住着 给人拿吃的 她吃 还乐 这女的有毛病 怎么给我花钱 举个例子 男的该挨千刀了 所以insensitive boy 麻木的 迟钝的 一个老太的摔倒在路上 就为了一堆人 周围都是insensitive people 麻木的 迟钝的 无感动失灵的 那些人了 那当然老师 那什么叫sensible 这俩兄姊 玩情 尤其是上海那边 特别爱让你比辩西 这完全变意思 sensible 也跟无感有关 但是它的意思叫做 明智的 对无关来说 很合理 明智 make sense的感觉 比如说 高二学问 还是学理呢 最终我结合我的特点 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make a sensible choice 这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怎么说呢 this is really a sensible decision 因为弄表明智有两个词 除了sensible 别忘了那个词 跟原因很像 好 它的学习词也加个bo 跟我读一下一期来 reasonable 再来一遍 reasonable 他是一个明智的人 既可以说 he is a sensible person you can also say he is a reasonable person 明智的 合理的都是他们了 好 那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 重点名词 兼动词前进 一起来 advance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advance 就一个词数 一定记住 叫在某方面取得进步 老师你不是就一个词数 你觉得第二词数 一说你就知道 初中就背过了 就这个词数重要 在某方面取得进步 初中也学过 但不是这个词 我在某方面取得进步 那个词啊 叫什么进步 progress 你还记得progress 可数还是不可数吗 不可数名词 最次就叫make progress 在某方面越容易 我在英语方面取得了进步 在飞飞老师带领下 希望如此啊 I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太口语了 不如用高中的 写完作用力量 用高中词 这才叫高级词汇 但是用法都一样 叫做 I make an advance 你 我在英语方面取得了前进 这不也是同一词吗 I make an advance a great advance in English 当然同学们 有没有第三种办法 来自一个高中的词汇 这个词要知道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stripe 再来一遍 stripe 一款口香糖吃过吗 看不清 它叫做 炫卖 而stripe的原因就是 特别自信的卖部 比如发工资了 特高兴 I strive to the office of my boss 我大不留心就走到了 老板的办公室 多激动啊 或者我是年纪的学霸 考试成绩出来了 我大不留心走进了教师办公室 I strive into the classroom I strive into the teacher's office 但是有些同学 学渣们灰溜溜的逃跑了 这叫stripe 助人为乐之后 人家表扬我 我大不留心的往家走去 stripe to my house 多好的一个词啊 那今天要面用它吧 叫做 make great striving 在某方面 太长足迈步 也就在某方面 取得了进步啊 I make great strides in my English 是不是更形象 炫卖 炫耀的迈步 那同学们 当然 最后一高一的词组要知道 你记得突破怎么说吗 to 就是 through 破 叫break 所以词组 make a breakthrough in 再逢某方面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比他们更快了 所以这四个词中 希望你都记下来 I make a breakthrough in English 因为他们的用法都是一样 前面都加make 后面都得加in 就换了几个词 你顺便记得四个名词 分别是进步前进 大迈步 以及突破的意思 当然 请用他们来造句 科学家Fantis 在医学方面取得进步 第一个怎么说 Scientists make progress in medicine 第二个呢 Scientists make advance in medicine Scientists make great strides in medicine 卖好多部 最后取得突破啊 Scientists make a breakthrough in medicine 能明白吗 那老师的必备思组二呢 提前还记得这么说吗 你要吃饭的话 这两天人多 你最好提前订桌子 思组叫do something 我就不买罐子了 in advance 不会的同学 必须知道这是初中次足 那么英文中 提前有三种表达 看看你会哪个 忘了哪个 哪个又陌生呢 第一提前订桌子 book a table in advance 第二提前订桌子 book a table 注意这是一个词啊 提前 跟我读一下 起来 before hand 再来一遍 before hand you should book a table before hand means you should book a table in advance 而第三提前叫ahead of 什么 还记得在时间的前套 很好 ahead of time 那同学们 我也可以说 book a table ahead of time 那么同学们 这三个提前 知道就可以了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最后来把 本学期的核心名词 做一个大串奖 所以串奖就是 咱们一个一个 简单说的考点 就可以了 因为名词 并不是多么的难 那么首先 有那么八九个 第一个词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reform 再来一遍 reform 形式上重新变了一下 这个词 能告诉什么意思吗 很好 一定记住啊 改革 经济改革怎么说 economic reform 政治改革 political reform 宗教改革 religious reform 咱们学历史都知道 跟它像编析的词读 革命怎么说呀 学过吧 如果不会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revolution 再来一遍 revolution 聊什么区别 历史老师应该讲过了吧 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 而革命都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叫自上而下 教育部要改革了 从教育部开始改 改到我们这一块 或者国家经济大改革 从上面改革 当然如果改得不好 农民就可能推翻他们进行了革命 学生们说 哇 老考了 推翻教育部了 这种感觉 开个玩笑 那同学们 来看第二个名词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explanation 一起来 explanation 啥意思啊 解释 动词怎么写 explain 一定小心拼写 可爱靠这次拼写 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 咱们再给它变回去 你自己写能不能写出名词 explanation 是这么拼吗 我多了一个什么 很好 多了一个爱 说explan是ain 当变成名词爱消失了 再加atln 翻译起来 explanation 去掉爱 这一点一定小心 别的就没有考点了 好那同学们接下来 跟我读一下 cooperation 一起来 cooperation 再来一遍 cooperation 公司的意思 那老师跟以前学的company 有什么区别呢 company是万能的公司 可大可小 但cooperation是大集团的 都得上市 感觉有很多分公司的感觉 才可以叫cooperation 同学们 那同学们将来你会发现 任何一公司 比如学而私什么公司 都会英文写一个 corp.ltd 你这是啥意思吗 corp就是那 cooperation ltd叫做limited 什么东西啊 有限责任公司 就这个词 我记得原来去日本 那时候搞教学访问的时候 去了一个月 当时也测土啊 在大街上看到一些什么 猪市会社 我就问当地日本老师 我说 这个在中国特别有名啊 猪市会社 特别有名 中国老能看到这个名字 这是哪个猪老板开的公司 然后那个日本人 当时乐坏了 说猪市会社 日本中文的意思就是 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叫做cooperation 大公司 大集团 跟他区别的一个词 你知道合作怎么说吗 有同学一直以为 这俩是一个词呢 合作叫做 一起做手术 手术叫operation 一起叫co cooperation 这个词叫做团结与合作的合作 跟我同一样 cooperation 一个词不用分开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多好记性 co就是一起 什么叫coworker 很好 同事 一起工作的人 什么叫co 一个词 一个词叫存在 共存 这本书的 co author 你怎么理解啊 很好 合作的 两一块写的 而cooperation 一起做 我们叫合作 这个词 完全变了一条 cooperation 在那边 cooperation 那个cooperation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词 同学们 好继续往下一起来 incident 再来一遍 incident 什么意思 事件 那同学们 老师 那跟accident 有什么区别啊 accident 是意外性的事件 突发性的事件 car accident 昨天掉沟里了 accident incident 就是蓄意的事件 你看这意味都在里面了 比如校园 枪机事件 the campus shooting incident 投毒事件 incident 你看柯南 那么上千级了 同学们 每一级都是一个incident 而非accident 知道它就行了 而这事件可小可大 往大了说 大事件 怎么说啊 一起来 event 跟我读一下 event 奥运会 international event 没问题吧 如果没问题 一起来 impression 再来一遍 impression 啥意思啊 印象 就集一个词组 什么事情 对某人 给某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叫做 leave 留下 somebody 也注意介绍 with a deep impression 有的人在写作中 老师 这次活动 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每一次次都写错 其实就是说 this activity left me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with a lost impression leave somebody with an impression 好 那么同学们 继续来看 跟我读一下 一句来 instant 再来一遍 instant 它的名字的意思 叫瞬间 煞食的意思 那老师 顺时 瞬间的意思 单独很少用 有一个面条 叫instant noodles 这是啥意思吗 瞬间就能吃了 方便 面就是词 不要用convenient 那个词太土了 instant noodles 立马吃 而就一个词组 词组叫做 in an instant 一定记住 什么叫in an instant呢 什么回来 i shall be back in an instant 我马上就回来 立马 立即的意思 因为你们除了 这个词表 立即 想修哪个 第一个叫做 in me I'll be back immediately 还可以怎么说呢 I'll be back 把instant 变成副词也行啊 I'll be back instantly 再来一个 我一闪就回来了 见过这四足吗 都是高考要求的 I'll be back in a flash 都是一样的 当然 以前出现什么 I'll b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I will be back at once right away 那个不如这几个词 so in an instant immediately instantly and in a flash 它的意思叫 立即 马上的意思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下面一个词一起来 appetite 法文词一起来 appetite 跟我读一下 appetite 法国人吃饭前 老会说 bong na bd 当然你甭管这个法文 什么意思 其实这意思就是 I wish you I wish you a good appetite 一个好胃口 bong na bd 那不用管那个词了 胃口的意思 但是同学们 就一个词说 have an appetite for 对什么什么 有胃口 have an appetite for 我对巧克力 很有胃口 就喜欢吃吗 I have an appetite for chocolate 我最近对 冰淇淋没什么胃口 太冷了 I have no appetite for ice cream 但这个词可以抽象 你看什么意思 she has an amazing appetite for knowledge 他现在很想吃 知识 不是 他求知欲很强 他的知识 充满了渴望的意思 好 那么同学们继续 跟我读一下 起来 contrast 再来一遍 contrast 什么意思啊 鲜明的对照 鲜明的反差 对照 反差 第一次 词词 以什么什么 形成鲜明对照 鲜明反差 我们叫 by contrast to in contrast to 跟我妹妹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by contrast to my sister 逗号 我特别的外相 我妹妹是植物人 这就是反差了 那比那个compare 要强得多 那同学们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最后两个名词一起来 大多数 majority 再来一遍 大多数 majority 而少数一起来 minority 亚词啊 minority 大多数一起来 majority 此组 大多数的学生 同意这个计划 怎么说 既可以用讹 也可以用得 注意这个词 叫做 a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或者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这句话怎么配 the majority of people seem to prefer tv to radio 绝大多数的人 似乎更喜欢电视 而不喜欢收音机 电视多直观啊 那你可以倒着说 少数的人喜欢收音机 那就是 a minority of the minority of 加a加the 同意词 of people seem to prefer radio to tv 能明白吗 如果明白 同学们词汇课并没有结束 我们下节课继续讲词汇 今天先整理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精神的话 准备好之后 我们迎接下一课的到来吧